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五 今天一起来就有一个大的消息 就是参议院已经否决了 说要成立一个1月6号commission 这个委员会的一个bill 这个bill其实在众议院已经得到了通过 不过在参议院 他们要通过这个bill的话 必须要拿到60票 但是他们目前除了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支持以外 那有6个共和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去支持对1月6号的这个冲击国会事件进行审查 这6个姻缘还是老面孔 Mit Romney,Susan Collins,Lisa Markovsky,Rob Portman, Bill Cassidy和Ben Sass 你看这6个人每次投票他们都要出来捣乱 有时候是集体,有时候是一个两个 有时候是几个,非常的讨厌 希望他们能够很快地被选下去 那当然共和党人也会用philibuster来阻碍这一次的投票 所以基本上不成功 那共和党人的一个提议就很简单说 你们可以彻查1月6号的这个行为 因为他们说要追根到底 这到底怎么回事 谁煽动的最后这个前因后果什么的 其实他们查了能查出什么 五个死亡的人中几乎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还有一个是警官 这个警官还是自然死亡的 好像是中风还是什么 根本跟暴力没有任何的关系 现场也没有查到武器 大家都是很和平的 后来一些视频甚至显示这些警官都是放他们进去的 我看有一个视频还显示有一个戴着 马嘎红帽的这个人就质疑警官 说你怎么把他们都放进去了什么的 这些人进去了就跟游览白宫游览国会的这些游客一样 东瞧瞧西看看 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暴力 更多的像一群游客 所以共和党的议员就说如果你们要彻查1月6号的事 那我们也要彻查所有弗洛伊德死后 2020年应该是5月复兴节之后 明尼尔波勒斯 西雅图 波特兰 纽约 旧金山 所有这些大城市 他们的这个骚乱和打砸墙 那我们都要查清楚 那他们这些Black Lives Matter 还有Antifa的打砸墙 他们损失的可是数十亿美金 而且有二十多个人因为这些事故而死于非命 其中还有包括退休的警官 然后还有更多的无辜的人 像有的小孩子 我记得有一栋房着火了 一个小孩子在里头 这个救火车就被拦着 不让他们进去 最后这个消防队员都哭了 他说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就是他没有办法冲过人群 人群阻拦了这个消防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这么恶劣 那我们也要彻查他们 那这个时候左派就坚决反对 就说不能彻查那些 但是要彻查川普的支持者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非常分裂的一个提案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共和党人来支持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下一次Rumley 还有Susan Collins 还有Lisa McCloskey 他们都还能够当选的话 我真的只能责怪当地的选民了 或者责怪当地的共和党人 是多么的没有用 他们都不能够跳出来竞选 战胜这些Rhinos 所以很多美国人 实际上我认识的美国人 就很多都是白人土生土长的 他们就跟我说 他说过去一年我跑了很多地方 看到的现象让我非常的悲伤 他说美国就分裂成两个美国了 一个就是民主党治下的美国 像纽约 像华盛顿特区 像西雅图 还有旧金山 洛杉矶这些民主党的城市 他说他们在封锁人们的自由 他们在lockdown人们 他们要求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关闭了经济 经济非常的衰退 他们似乎都生活在毛的统治下 他说的毛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说这简直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他很难想象 这就是一个美国 然后他说我也到了红州 像Utah 像Wyoming 达克他州 他说很多很多这样的红州 他们就是高高兴兴 开开心心的在生活的 他们没有严密的封锁 他们没有受到疫情那么大的影响 他们的生活状态才是 我们真正的美国的生活状态 所以他说 我看到这两个美国的状况 让我特别的痛心 觉得美国确实是分裂了 但是绝对不是被共和党人分裂的 而是被民主党人分裂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 看起来像在毛制度下的国家 完全是民主党人统治的国家 相当于是民主党人的铁幕 所以他说这个是被完全控制了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我相信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那到底谁在分裂这个国家 谁在分裂我们的孩子 谁在给我们的孩子实施种族主义的教育 他们说是批判种族理论 所谓的这个CRT 但实际上就是灌输种族歧视的概念 小孩子他根本都不知道黑的还是白的 根本也不知道黑白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完全都是靠他们灌输的 他们上来就说 白人的孩子你要洗脑 因为你们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你们是愧疚黑人的 那小孩也没有罪过 小孩本来都不知道的 也根本不知道仇恨 这样他其实是输入了仇恨 而很多家长因为怕事就不敢发生 我记得我的孩子 他要上学的学校也有这样的CRT的教育 然后我先生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说 我们反对这样的教育 我希望每一个家长 你们看过我这个视频的 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更多的人 你们必须要制止 如果你们的孩子在学校上学 如果他们有CRT的教育 你们必须要写信给校董事会 你们必须要写信给校长 要反对 就是你的反对可能会无效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反对的话 他们也会害怕的 因为美国的学校它是这样的 你一个孩子不去上学 就是即使是一天不去上学的话 那他如果是公立学校的话 那周里就不会拨钱给他 那就少一天的钱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他们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你的孩子不去这个学校 或者去其他的学校了 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就损失了收入了 也损失了这个基金了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 家长写的信是有用的 如果每个家长都是这么去写信的话 那他们必须要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了 很多人就抱怨 但是我觉得除了抱怨以外 我们就是应该行动 行动永远是最有利的 你必须给你们校董写信 你必须给校长写信 你必须给州议员写信 或者打电话 你必须要用所有的手段 这就是我们实现我们民主的一个方式 很多人就说写信有什么用 写那么多信也没见到有用 那写信确实是有用的 因为你当然不是说 你写一封信就完全改变了一个政策 但是你写一封信就是给他一个压力 如果所有的人都去写信 那就是很大的压力给到他们 如果你只是抱怨不去行动的话 他们仍然还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他们连改正的压力都没有 因为You let them 所以如果你们要制止他们的话 你们就必须要发表你们自己的声音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女孩子 他就老跟我哭啼啼 他说你看我的男朋友对我不好 他老是对我不好 他对我这样不好 那个不好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他说哎呀 他后来又来道歉 好像又特别好 又和好了 就是来回这么折腾 就是犯同样的错误 他说他不忠 然后又回来又不忠 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做呢 因为You let him do it 因为你让他这么去做的 如果你跟他拜拜了 一切事都没有了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可以找新的男朋友 就是因为你这么反复 就是因为你给他机会 所以他就永远会有这样的机会 这在政治上也是一样 因为你给他机会 所以他永远会有一个机会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大的消息 也是其实是很突兀的消息 就是我们加州的州长 纽森他就宣布了一个大的刺激计划 他就要拿出 1亿1650万美金去做这个抽奖 就是鼓励大家打疫苗 有一亿多美金 他不去好好地干一些正事 他去抽奖给打疫苗的人 那其实加州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 是在美国是最高的一个州 有56%的加州人 已经至少打了一针的疫苗 然后有42%的人 已经完全接种了 这个接种率是列全美之首的 所以全国接种首位的加州 就应该全面开放 而不是说拿更多的钱来 鼓励大家打疫苗 你可以鼓励大家打疫苗 但是你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吗 什么送甜甜圈 什么送大麻 打一针送大麻 你打了一针送了大麻 你打疫苗感觉是要保护你的健康 你再吸个大麻嗨一下 感觉这根本都不是为了你的健康 所以你看这么矛盾的东西 他们都可以放在一起 当然这个打疫苗给大麻 并不是加州的 是另外的州 但不管怎么说 各个州都是花样百出 那加州现在从亏空的州库里头 他居然要拿一点多个亿去鼓励大家打疫苗 他这个鼓励制度就是那大概有10个加州人可能会得150万美金的这个大奖 有30个人会得到5万美金 有200万人会得到50块钱的一个gift card 也就是说礼品券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他们为了让你打疫苗 简直是花样百出了 我一点都不反对打疫苗 我上次已经说过很多次 打疫苗的人群占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坚决不打疫苗的占三分之一 然后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在犹豫中的 所以他们可能想鼓励这三分之一打疫苗 但是用这样大的抽奖是不是合适的方式 我觉得你应该用更加科学的方式 如果你要鼓励大家打疫苗 你就应该说 打完疫苗就不用戴口罩了 打了疫苗你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 你打了疫苗 你回头还要到公众场合 或者到商店或者到餐厅还要戴口罩 那他打了疫苗干嘛呢 对吧 那他觉得那我打了疫苗有什么好处吗 对吧 你这个好处不是说要给你钱的 然后现在有的餐厅 或者是营业场所 甚至自己出了这个所谓的疫苗passport 就是有的餐厅就明文规定 如果没有接种的话我就不接待你 或者有的理发厅说 如果没有接种的话就不接待你 就变成了变相的逼着人家去打疫苗 所以这些就是我之前前期都说过的 就是政府他不会强迫你说 使用这个疫苗护照 但是他也不禁止商家去这么做 但是商家这么做的话 你消费者如果要去的话 你就只能去打疫苗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变相的强制 这里头还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就是说你出巨资鼓励大家的 通常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 那这背后的含义就是说你政府就觉得这是一个 艰巨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呢 那你不要从科学上找原因吗 民主党人不是号称他们所有的结论都是基于科学和事实的吗 那你就应该讲科学吗 你就应该跟他们讲道理吗 而且周库现在这么的紧张 加州算是百废俱星 加州最需要的不是有200万人拿到150万 5万和50块的这个礼品卡 而是每个加州人他们都需要开放 他们都需要一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OK 马上又到memorial day了 我们不能说happy memorial day 这个不是一个能够说的话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能够欢庆的节日 那我希望在这个阵王降刺纪念日的假期里 在大家开开心心的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也要记住我们今天的民主和自由 是由这些阵王降刺的这个牺牲带来的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 那是要靠我们争取的 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为美国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努力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